穿 它看起來有點鬆 所以我稍微再加一點重量 物漏痕 繩 想辦法保持一個方正 微微的弧度 幾乎都快看不出來的弧度 然後外形 盡量看起來就是 在隔子裡面的 但是裡面 還是要一點點小小的 繩 線 毛筆大隻 右手後面真的是受不肩 不過受不肩的筆 有受不肩的筆好處 鑽 轉 收不肩的筆看起來粗獷 筆 筆筆收肩看起來就精緻 那以這種字 我怎麼看都想表現它一種 粗獷的感覺 而不是表現精緻 那個是唯美的 那個是王羲之那一派的 這一個還是適合樸實的 這是它的特色 他如果跟人家去選美 他當然選不上 因為他是樸實的 不是那種 妖艷的 雲 雲他們都喜歡寫成一點 現在已經習慣把雲上面寫成一橫了 他習慣寫這樣子 那個時代 風氣 王 其實嚴格這樣看起來 比較接近正方形 比較沒什麼變化性 圓 圓 圓 一樣 想辦法保持一種穩定的感覺 圓比較麻煩的是那個措置部 其實它的措置部 在這邊的措置部跟那個 嚴勤理差很多 嚴勤理的措置部真的是比較動感 比較好看 這個確實比起來兩個完全長得不一樣 要的效果也不一樣 左邊 終於有弧度了 這個是難得看到 難得看到一個大弧度 因為這個紙 它習到眼前裡還是維持這種弧度 這個降得比較低 字 字 方 方 這點要點長一點 這裡是橫的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寫過歐陽旬都知道 歐陽旬這裡是寫的 這裡不是平的 兩個人 寫的方法不一樣 平 這個平也寫的太平了 可見它這一篇真的是平啊 這個字真的可以拿來形容它這一篇的作品 平時啊 然後沒有什麼花招 就是把它寫完而已 下面的數碼還很短耶 浴 浴有很多筆 浴到像這種筆畫比較 筆很多 你的筆又特別大 就要特地小心後面 不要虛掉 它可以不肩 但是不能虛 送到底 盡量保持 送到底 不肩可以 但是不要讓它覺得那個地方是虛掉的 厭尾 這個冬 冬寫的有點縮縮的 樸實 不耍花招 冬的 長得不太高 不太高就會可愛喔 如果把這裡寫長 像 活躍型習慣把下面寫長 就感覺有點高富帥 又高又富 又錢又帥 那它寫得比較矮 就比較矮冬瓜的感覺 比較樸實啊 吃 點 回來 點 下來 上去 點 為 好 擴 還是寫成 比較方正的感覺 所以這個 橫花其實不深長 一般會深很長 那它口啊 你習慣把它寫得比較大 比較大 比較扁 然後下面收容的不太明顯 這樣看起來就覺得比較可愛 倉 其實古代的書論看起來很多人都支持 這個馬古仙壇為顏書第一 其實也有個主要的因素 因為顏清理雖然很好 可是它在民國時期才找到的 在一個官署找到的 所以它根本就很多人根本沒看過它 所以不曉得 還有這麼好的碑 在它沒有出現之前 當然馬古仙壇可以稱得上第一 但它出來以後 馬古仙壇未必第一啊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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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